新浪娱乐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一峰 场地的设计不一样 然后游戏的规则也不一样 比赛的规则也不一样 一点点吧 一点点 可能比上一次更自信一些了 因为私下也跟顾爱伦打了好多次 然后也从他那偷偷学了一点点技巧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亲眼看到 然后自己亲手举起这个奖杯 我以为会拿一个复刻的假的 那是真的 所以就很吃惊 觉得太宝贵了 因为就小时候看到 乔丹拿到这个奖杯 看到科比拿奖杯 看到詹姆斯拿到这个奖杯 然后今天这个奖杯放在旁边 无数人亲吻过他 摸过他 拿过他 我知道他挺喜欢科比的 因为毕竟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偶像 当然就会有无数的人会喜欢他 那你俩私下有关于篮球进行过什么交流吗 如果有空的话 聊的可能都还是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真的打比赛的话你觉得你能在里面排名第一 反正不是第一 我这个练了好多次啊 我跟一龙一块彩排 然后背彩 然后下面练 我觉得前前后后快有一个月吧 当时有担心过说如果直播的时候没投进怎么办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打篮球了 我觉得上春晚啊 就哪怕说一句说一句话都很紧张 都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我不太担心 因为首先我们都是非常热爱篮球的 然后我并不是以一个篮球导师的身份来去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打篮球 我们是一个领队 我是希望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的战术都是大风风 杜丰指导他在去讲 我能做的就是让这个队伍更有凝聚力 有时候都知道他可能一激动会打击到一些球员的心情 内心 如果他很严厉的话 球员肯定心里会很害怕 所以我也是更多的去跟他们在下面去沟通 让他们尽量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后面的比赛 总结一句就是大风风是黑脸 我是白脸 你就知道支持哪一个队 然后哪个队赢了 你就欢呼就好了 应该建议该 对 所以粉丝应该支持哪个队 各自的粉丝支持各自的队了 如果说假设录制某期的时候 詹姆斯作为空降嘉宾来到了 但是加入了对方的队 那反应会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就加入他们队了 密码叛变 对 当然希望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了 但是那种事情谁说得上说得准呢 好吧 还行吧 还行吧 就指着网友的美好想象 然后非官方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知道说什么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就那以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化妆师给辞退了 现在又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化妆师 开玩笑 就我觉得那天应该是光线的问题吧 我也没有去美黑或者是晒太阳 对 我看你现在很白 然后出色也很匀称吧 所以想问一下这么快又白回来的话 美白秘笔是什么 换了一个好的化妆师 这几天都在录这个我要打篮球 转型制作吗 可能我会一直在转型当中 每部作品现在都在被问 说是你的转型制作 会觉得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 不然你还能问什么呢 问偶像不就是问这些吗 你是不是转型了 你是不是单身 结婚了没 有没有女朋友 怕不怕被新人拍死在岸上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一个是 是不是拍死在岸上 你自己回答一下 我觉得江山代有才人出 因为你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一样的人出现 有新的人出现 这是很正常的 大家一块努力 都拍一些好的片子 然后更长眼的去发展 我当然是偶像 我一辈子都是偶像 那流量呢 我觉得偶像是会一直会有的 那流量我觉得可能当一段时间 大家已经很腻了 说腻了这个词以后 可能就没有了 可能大家可能以后就是量流 或者就是 就是一个替代流量的一个词 对啊 或者就是一个标杆 等等等等等等 对 我总希望我也相信 可能到70岁还是会有人 记得我 或者喜欢我 那在那个时候心里就觉得 他还是偶像 那我可能会 对于别人来说 我可能一辈子都是别人的一个偶像 某一个人的偶像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没有关系 你是流量也好 你是偶像也好 或者你是什么什么样也好 我觉得这些称谓 有些都是暂时的 其实不那么重要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你 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每一部作品是什么样的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赶快进组拍戏 休息的时间大概都在干些什么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然后旅行 然后 看电影 粉丝都在说说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 就马上就会看 就会看腻了呀 两部电视剧一波 这个我要打篮球一波 哇 都是他 然后我又去拍戏了 好看 好玩 好刺激 嗯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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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